歡迎收看 David 飲食郵寄 今天帶大家來到灣仔 The Harry The Harry 是一個 Harry Lilla 集團旗下其中一間酒店 其他地方還有尖東酒制酒店 和香港尖沙咀的介日酒店 其他地方都有很多酒店 創辦人叫Harry Harry Lilla 是一個很有錢的印度人 當時殖民來香港的時代 來到這裏其實服務很好 每一個員工無論由Lobby 到餐廳都不能挑剔 Semi Buffet Brunch 是12點開始 當日我們早了一點 餐廳叫Lucciola 這裏應該是西人大廚 我們來到這個室室上等 很輕鬆 因為這間酒店很佈貼 雖然空間不太大 但設計令空間感很大 例如梳化是特別做得低的 令樓底感覺特別高 這裏一進入門口是一個聚餐 所以這裏必經酒店的Lobby 這裏不是Ground Floor 已經搭了升降機 所以餐廳都放在BAR Table 另外有另外的餐廳廚房 這裏會陸續自己拿出來 非常高 質素每一種材料 每一種材料 手工的標準 非常高 值得推介 今天 最基本的套餐就是 888加10 其實已經包含了BAR Table Nacroni 還有咖啡茶 還有滷滷的果汁 分別有橙汁、西藥汁、蘋果汁 橙汁是鮮榨的 這裏是鮮榨的 這個餐廳的空間 是比較小的 雖然看出去 是一個灣仔 賣五金的地方 或是裝修材料的地方 但是它的食物 能夠帶你去意大利 甚至乎 意大利的食物 比真的去意大利的食物更好吃 所有的材料都很新鮮 值得一提 就是你現在看到木板的地方 大廚將會放一碟東西出來 看到白白的顏色 這個其實就是醃過的豬麵肉 我網上研究 這裏上面就擠了蜜糖 非常之鴿味 我們用了很多次 當然要做網上研究 就是因為 其實你可以留意到 桌面是沒有名字 所以每一道菜都不知道是什麼 這道菜的餐廳 基本上是兩點半 我們一直都有出來拿 就算吃完甜品 也有出來拿過東西 當日的麵包都很好吃 應該都是自己焗的 好了 來了 這是第一道菜的廚房 那四隻是Vindeclare的蠔 連一個Butter sauce 有兩隻蟹腳 還有兩隻Scambi 中間的巴比 是Beluga Caviar 有36克 超棒 令整個布菲 真的抵抗很多 外面也有幾塊水 一瓶仔 這四隻蠔真的非常新鮮 令我回想起法國食的新鮮程度 和布菲是不同的 一般不是以數量取勝 這裏是絕對用質素去取勝 不是以數量取勝 四隻很好吃的蠔 比20隻不好吃的蠔 剛剛拍到這四碟菜 都是廚房出的 質素一定有保證 茄子也很有酵的味道 這裏是Mussel Garlic Sauce Mussel 也很新鮮 湯超棒 細心的地方 這裏是薄餅的物體 讓你加一點醬汁 這裏是銀雪乳 非常滑和有口感 這裏是相差了一點 因為真的有點乾 我們下次也會試試 因為是家製的 這裏是蛋糕 另外是Tiramisu 還有一個雪糕 雪糕可以選擇 這裏是Lerminchello 或是巧克力 雖然Tiramisu 未必是最好吃的 但老實說 當你吃完高質素的食品 和食品 其實甜品已經不太重要了 絕對不會阻止我再回來吃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 或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和分享 下次見 拜拜 請親朋友 請按讚、訂閱、訂閱、訂閱、按讚、分訂閱、分享 將會更大 多夠大 更新的影片 我們的影片 請按讚、分享 請按讚、分享 1 2 2 3 5 6 11 7 1